在哥达我跟我弟弟 我们就好像沙漠里面的两朵小花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找谁 包括遇到顾客 给我们的一些压力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今天早上一整个的感受就是 我好像来到花圃 我看到百花齐放 我一直没有去了解 直到我看到了浪子的龟宿3.0 一个拍摄幕后团队的家 真的是很触动我 简单来讲 Top 100 Legend它是一个平台 然后主要呢 平台招聚了 photo,video,designer,makeup artist 很多幕后的制作团队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一起的合作 一起的配合 不是讲笑的 真的是为什么还会回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回家 所以回到家 全部都是family 全部都是sharing 全部都是无私 都不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还是什么 我来到这边 真的是很久没有这样开心 你自己有各自的公司 各自团队 可以把自己丑陋的一面 或者懦弱的一面展现出来吗 在这边你们可以 因为你们展现过后呢 会有良药 会有包容 这个就是浪子归宿和Top 100 Legend存在的意义 我很开心 我们没有忽悔 也没有错过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有个同样的公民 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沟通是特别的开心 因为做工会累 会有失去方向的时候 会有迷满的时候 大家上去都有 我上几个月我是很迷满的 满到 满到一种 我不知道我今天做什么 很满就是了 可是 就算人家没有做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没有几个公司团队是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 互相support back out的一个团结的力量 我只要有能力 只要有本事 我都能够 我都一定来 都一定来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充电 我相信每一个老板 每一个leader 都希望自己的团队 都可以有这个凝聚的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下一次有机会 或者是身边看到有需要support的同行的人 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平台 只要我们全部人凝聚在一起 机会一定会有的 我们要持续把握这样的一个 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影响更多的人 中韩教育员 黑黑 黑 笑 笑 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